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首先,非常感谢你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有一位张大爷用自己种的糊子炒一盘肉, 吃的时候感觉到菜的口感特别的苦涩。 大爷认为这个菜和苦瓜一样能够轻火的。 但意外的是,这盘糊子肉竟然把这位大爷送进了医院。 吃完苦糊子一个小时之后,大爷开始上吐下泻, 甚至吐出了血水。 经医生检查,大爷属于食物中毒, 不但肝肾功能受到的损害,我也开始出血了。 蔬菜是人体获取抗氧化物质、 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 多吃一些鲜烟的蔬菜, 可以用矿物质元素,以及微疗元素, 促进营养物质在体内的吸收利用, 加快肠胃的蠕动速度, 帮助吸收消化。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有一些蔬菜表面看上去特别的光鲜亮丽, 实则不适合人体长期食用的。 你知道哪些蔬菜不可以吃吗? 我们给视频了解一下吧。 1.不宜长时间食用的蔬菜, 5根的豆芽。 这个豆芽一定不要长期的食用。 豆芽是我们菜双上面常见的一种蔬菜, 热量很低大, 而其中的水分和纤维素含量比较高, 富含维生素C和膳食纤维, 可清除血管壁中堆积的胆固醇和脂肪, 防止吸血管病变, 特别适合老年人使用的。 但是市场上面的毒豆芽很多大, 如果不会挑, 误买了5根的豆芽, 吃了可能会致癌大。 这主要是因为商家为了能够使豆芽快速的生长, 缩短发芽的时间, 获取更多的利益, 会使用一些有害物质浸泡豆芽。 草儿生长出来的5根豆芽, 5根豆芽在浸泡的过程中吸收了这种的毒物, 所以这种无毒的豆芽不易食用的。 2.莲藕 莲藕不能长时间食用的, 莲藕虽然富含特别丰富的营养物质, 但不易长时间食用, 其中淀粉、膳食纤维的含量特别的高, 吃多了可能会造成消化不良, 肠胃不适等等。 并且莲藕是含性的食物, 过量食用会增加体内含量质气, 从而引发身体不适等等。 长期吃莲藕不利于其他营养物质的吸收, 可能会造成营养失衡, 一般来说, 一周食用两次就可以了, 每次食用不要太多了, 300克左右。 发芽的土豆一定不要吃大, 土豆含有特别丰富的营养成分和膳食纤维, 对人体特别的有益的, 而且味道很好, 所以比较受欢迎。 如果储存不当会发芽的, 此时会散发出大量的解解, 具有致癌性, 这个时候不要考虑解解, 考虑把发芽的地方削掉, 然后继续吃好的部分。 这种毒素会在整个土豆中扩散的, 所以一定要尽快地吃掉, 或者是干脆直接种植啦, 吃新鲜的土豆。 新鲜的黄花菜不要吃大, 新鲜的黄花菜不易多吃, 否则容易中毒大。 市场上的新鲜黄花菜虽然很新鲜, 但由于其中含有水仙解, 进入到人体之后会发生氧化引起腹痛, 腹泻、呕吐等种种的症状, 为了能够防治避免中毒的现象, 建议大家使用新鲜黄花菜的时候, 一定要进行突然的处理, 把加工的黄花菜晒干之后, 能够降低有害物质的含量, 或者去超市买一些成品干的黄花菜, 用60度以上的热水进行超水, 清水反复地浸泡两个小时以上就可以啦, 这样有效的翠水黄花菜当中的秋水仙解。 不熟的云豆一定要谨慎地食用。 在人间, 人们把云豆称为是扁豆、 有机豆等等,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名称, 云豆之所以有毒, 因为云豆当中所含的 酵素凝聚的物质, 会对于消化到黏膜产生强烈的刺激, 完全没有熟的云豆是有毒的, 如果吃下去就会刺激肠胃, 引起各种不适。 所以云豆只有在完全熟透的情况下才可以吃的。 我们煮好之后, 再多闷一会儿就可以啦。 放置时间比较多的南瓜一定不要吃的, 南瓜是一种羊味的食物, 不过南瓜放时间长了储存之后, 不建议朋友们食用的。 这样南瓜含糖分特别的高大, 在储人过程中, 南瓜会不断的发酵, 产生一定的成瘾物质, 食用比较多的话, 会对于肝脏产生一定的损伤, 主要是因为成瘾物质, 需要肝脏来进行代谢分解的。 一旦放置时间比较长的南瓜, 色乳过多, 会加重肝脏分解负担, 导致肝脊细胞受损。 七,蕨菜。 蕨菜一定不要食用的, 欧洲蕨菜被视为组织列为二类致癌物质, 意味着它已经被证实了, 对动物有致癌物性的, 对人可能是致癌跟其他的致癌物是一样的, 圆蕨肝存在剂量和致癌效应的关系, 剂量越多, 暴露频率越高, 癌人的发病几率就越高大, 蕨菜百分之百致癌均有宽大性的, 适量的吃一点是不会致癌的, 但需要强调的是, 吃蕨菜一定要适量, 不要尝试一件事也不要多吃大。 八, 绿色番茄尽量不要吃, 绿色番茄吃的是没有熟透的番茄, 番茄富含特别丰富的维生素, 以及番茄红素, 为人给带来一定的好处大, 有助于美容养颜, 不过这里需要听到大家的是, 没有熟透的番茄尽量不要吃大, 当中富含龙葵素, 与发芽的土豆是一样的, 对于人的神经系统会产生一定的麻痹性。 未成熟的绿色的番茄, 即使烧熟了之后, 也有可能食品安全风险, 所以一定不能吃没有熟透的番茄。 金针菇 金针菇含有秋水鲜碱的, 人使用之后, 容易因氧化而产生有毒的二秋水鲜碱, 但秋水鲜碱容易水, 充分加热后可以破坏, 所以使用现在金针菇前一定要逐热带吃大。 最主要的是金针菇不好消化, 老年应该少吃一些的。 蔬菜的种子真的是很多大, 各种各样, 蔬菜中含有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 维生素等等。 多吃蔬菜可以预防骨质疏松, 补钙补铁, 但我们应该尽量可吃一些新鲜的蔬菜, 不能吃的蔬菜有多的蔬菜一定不要吃大。 如果经常吃不能吃的蔬菜, 会产生药药酸盐, 产生酸盐会与空气接触, 催生酶生成药药酸盐, 随害人体的肝脏功能,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啦。 尽量不要吃不新鲜的蔬菜水果等等, 每天吃一些新鲜的蔬菜, 保护肝脏, 提高免疫力。 好, 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为了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你帮我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